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然而,近年来,谍战剧却陷入了一种困境,经典剧情和人气下滑,让人感到一丝惋惜。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,一部名为《枪将行》的新作正在酝酿之中。 而这部剧的最大亮点,就是由肖战和诚意携手主演的双男主模式。 肖战和诚意,都是近年来娱乐圈中备受关注的男星,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着不俗的表现。 而这次,他们将首次合作,在荧幕上展现出全新的风采。 这对于他们的粉丝们而言,无疑是一次难得的视听盛宴,也是对他们演技的一次考验和突破。 《枪将行》打破传统谍战剧模式。 谍战剧,一般都是以悬疑元素位主线,通过多重身份和错综复杂的情节来吊起观众的胃口。 然而,这种模式也有其局限性,过于依赖于惊奇效果和反转手法,容易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。 而且,这种模式也很难突出,角色的个性和情感,往往只能用黑白两色来划分正邪。 《枪将行》却打破了这种传统模式,采用了类似于狂飙的双男主设定。 两位男主角分别是肖战和成毅,他们都是正面角色,但却有着不同的身份和立场。 肖战饰演的是一个正义感强烈的军人,成毅饰演的是一个机智敏捷的特工。 他们在战争与和平的交错中相遇相知相爱,共同为国家和民族奋斗。 这种双男主模式,在谍战剧中还是比较少见的,它不仅能够增加剧情的层次感和张力感, 也能够更好地展现出角色之间的友情和爱情。 而且,这种模式也能够避免了。 传统谍战剧中常见的反派死光的结局,让观众有更多的期待和想象空间。 肖战诚意首度合作演技交流碰撞火花。 肖战和诚意,在娱乐圈中都有着不俗的人气和口碑。 肖战凭借陈情令等作品走红,成为新生代偶像中的佼佼者。 他不仅在音乐领域有着出色的表现,在演技方面也不断进步和突破。 诚意则以莲花楼等作品展现出自己的实力派一面, 他的演技细腻而深刻,能够塑造出不同风格的角色。 这次,他们将首次合作,在《枪江航》中饰演两位正面的男主角。 这对于他们而言,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尝试。 他们不仅要在谍战剧这个陌生的领域中展现出自己的风采, 还要在双男主的模式下进行演技的交流和碰撞。 相信他们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。 高人气主演加盟增添剧集看点。 除了肖战和成义之外,《枪江航》还有其他高人气的主演加盟, 为这部剧增添了更多的看点。 女主角由宋毅担任,她是一位演技优秀的女星, 虽然人气稍逊于肖战和成义, 但在谍战剧领域却有着丰富的经验。 她曾在《伪装者》中饰演过一位独立坚强的女特工,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这次,她将与肖战和成义共同构建出一个令人期待的角色三角关系, 为剧情注入更多情感张力。 剧中还有刘亦军、吴刚、张志坚等老戏谷的加持, 他们都是实力派演员。 能够为剧中的反派角色赋予更多鲜活的维度。 他们与肖战和成义之间的对手戏,也将是一大亮点。 观众们不仅可以期待剧情的紧张刺激, 还能感受到演员们精湛的演技, 相信这也将成为吸引观众的一大亮点。 枪江航今秋开播期待与支持。 目前枪江航的筹备工作已经正式启动, 虽然具体的播出时间尚未确定,但据悉。 该剧计划于今年深秋的10月份至11月份开播。 这对于期待已久的观众而言,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。 相信不久之后, 更多关于这部作品的消息将会陆续传出。 枪江航有望为叠战剧注入新的活力, 打破传统模式, 展现全新风貌。 肖战和诚意携手主演, 也为这部剧增添了更多人气和口碑。 无论是从剧情还是从演员方面来看, 枪江航都是一部值得期待和支持的佳作。 让我们一同期待着, 在深秋的时光里, 与肖战、诚意以及其他优秀演员们一同走进这个扣人心弦的谍战世界, 共同见证一场精彩分成的视觉盛宴吧。